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日后 李轩活活饿死于米贵中 史称人武或变 李轩乃朝鲜世子 王位继承人 因其凶嚣张世子九岁时被毒死 李轩出生后一年便被册封为王世子 世子出生时 英祖已年过四世 老来得子 后继有人 英祖别提有多开心 世子聪颖可爱 深受英祖所望 英祖将其过继给五子寺的中殿抚养 会其铺平道路 祖母大妃 嫡母终殿 生母应贫 更是将自己后半生戎宠都寄托在世子身上 世子两岁受帝王教育 英祖亲自为其写教材 作为王位继承人 刚断完奶的孩子 得自己一人睡 世子九岁成婚 妻子红氏谨言慎行 国藏洪凤汉深知英祖性情 虽把家族门楣寄托在世子身上 但表面依旧保持中立 然而世子天性率真 喜爱刀剑 作画 英祖无意中看到他画小狗 一语不发便走了 从此失望和挑剔的种子 深埋英祖心底 英祖要的继承人 徐日夜苦读圣贤书 知晓礼法全谋 他对世子的要求愈发严苛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世子十四岁时 英祖指着宗庙里的列祖列宗对世子说 江山是由鲜血染救的 英祖想要告诉世子 先有君臣 后有父子 世子虽唯唯唯诺诺 心里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人伦即人伦 为子女着想的父母本心 不应该有所不同 然而回去后 英祖便提出 将王位善绕于世子 大臣们纷纷恳求英祖 不要善位 世子更是跪在殿外 高胡万万不可 一切正如英祖所料 于是乎他退一步 那就让世子代理听证吧 众人都知英祖此举用意 一是表明自己无一王权 也就是和景宗的死无干 二是震慑群臣 自己后继友人 别想再动左右继承人的念头 三是考验世子 王权逆临 君臣有别 世子如何斟酌 世子聪慧 看得懂当前局势 父亲对王位战战兢兢 再也由于景宗之名 犯上作乱之徒 后宫有权清朝野的大妃 朝堂又一分为二 将父亲扶上王位的老论派 多为武将 把持军权 想要革新的少论派 多为文官 寄希望于世子 世子也看得懂 权贵若抱团 则王权弱化 百姓不安 老师们将代理听证 看作是登基的捷径 劝世子要好好作为 然而世子终究不思英族 与党同伐意志中崛起 世子忘了 自己也是局中企 而非直骑者 一日上朝 做国防预算 护草说 差了六十三万两 世子当堂做了安排 从两班贵族的土地中 征收土地税 可得四十万两 王室宗亲以身作则 出渔场税 盐田税 船舶税 可得十万两 通过合并散漫的 五军营军事组织 精简军队 可得十三万两 这个安排得罪了老论派 因两班贵族的土地 大多掌握在武将手里 出点钱 老论派勉强还能接受 但要精简军队 可就动到他们的根基了 英族一眼不发 坐在世子后面 观察重臣的反应 他早就想要拿回军权 今日 以世子投石问路 果然引起纷争 少论派指责老论派 独霸军权 二十五年 在军队内部 拉帮结派 老论派则说 军营联盟只是有意 无关利益 再说军权是当初王执政时 允诺他们的 主上承认和兵主判所 五分队内部 所有的命令 都只有一些 通纳派 应祖的脸色变了 他虽想将军权收归所有 但他并不希望 全力往少论派倾斜 世子的做法太过激进 更甚的是 世子的做法 深得大飞的欣赏 这让英祖极为不安 英祖的生母出生卑贱 是没有子嗣的大飞 将其扶上王座的 大飞对世子的肯定 无疑在英祖的心里 扎了一根刺 一下子改变了世子 在英祖心目中的角色 由王位继承者 变成王权竞争者 而这是英祖 所不能容忍的 英祖出身低微 自幼经历波折动荡 王位来之不易 他虽是个民主 却也生性多疑 英质很辣 而且他极为迷信 措辞从不用死字和规字 听到不祥之言 要洗耳术口 招来厌恶之人说一句 没什么事吧 然后烧掉符咒 才肯入门 行好事自万安门入 行凶事自警华门入 自那日朝堂之后 他越发看世子不顺眼 果然 军权还没移交 国防就乱了 武将各种上奏 要将军队调来调去 世子命兵草拟定方案后 在调动 却遭到了英祖的赤马 英祖的反对 无异于否定了 之前世子所说的军令统一 军权仍留在老论派手里 而且英祖明言 重要的事情 要经过他同意 下一个议题 是各草部用梁之事 世子正被骂得战战兢兢 不敢做决定 谁知又被英祖骂了 问也不是 不问也不是 世子觉得父亲对他 只有不由分说的责骂和厌恶 他厌倦这种傀儡的感觉 更痛恨朝堂纷争 他问老丈人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 代理听证吗 朝堂之上只有君臣 老丈人也只能劝他忍耐 英祖的殷勤不定 是以君臣之力 伤了他与世子的父子之情 当晚 英祖又处置了几个 以警宗之名的反叛者 回寝殿之后 他把世子招来 世子成了英祖厌恶之人 第二天 他又斥责世子无德 才让本英 降在干旱地区的雨水 降到了肥沃之地 然后把世子打发走 说世子没资格 去祭拜苏宗大王 世子的心一沉 英祖果然打起 生儿子的主意 这次 他无色的是一个 没有背景的宫女 没有背景 不容易被左右 世孙百日那天 世子带着儿子 去拜见英祖 英祖却只看了一眼 怎么做 世子都无法挽回父亲的心 此刻 被宠心的宫女 已成了文昭元 其撞着大肚子 欺负世子生母 对中殿更是不敬 大妃是不可能容忍 世子依偎的 他借大不敬委由头 按内功法度 惩戒文昭元 低贱这个词 刺痛了英祖 他一向对大妃尊敬有加 此刻却以善位 作妖协 而大妃掀见 一手扶上王座的野小子 翅膀长硬了 一气之下 竟然答应了 这就苦了世子了 英祖善位 国疆大乱 大妃与英祖都一言九鼎 世子却要跪在宫门口 以自己不孝之名 求英祖收回成命 然而权力格局已变 为保全世子 只能是大妃收回成命 但大妃知道 英祖已不可能再容下世子 他看了一眼诗孙 这才是他要保全的 大妃发布诏令 承认自己失误 收回允诺 不多日 大妃一遇而死 终殿追随其后 灵堂之上 匹马带笑 英祖嘲讽狮子 如果能再忍一忍 说不定这王位 你就到手了 如今却把大妃 给害死了 英祖的话 让世子彻底心寒 此情此景 英祖惦念地 仍失权力 至此 世子放浪行海 整日披麻待笑 为大妃守灵 自己也睡在棺材里 那个充满英气的少年 已成了被躁郁症和肆虐症 所掌控的疯癫病人 虽仍挂着代理听证之名 但他几乎不再过问正事 而这个时候 温昭元生了个女儿 世子势力见衰 没有第二个儿子的英祖 在老论派的把持下 只能娶老论派的女孩为中殿 但英祖不在于心中殿生孩子 他也如大妃一样 以世孙作为王位继承者之选 世孙日渐长大 在红氏家族的教导下 又看到父亲与祖父的矛盾 学会了隐忍 到了世孙十岁时 英祖也带齐到了宗庙 英祖问他 宿宗大王是什么样的人 世孙回答 他是曾祖父 也是迄今朝鲜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长 长达四十六年的君主 既有父子 又有君臣 世孙的答案 英祖很是满意 他告诫世孙 王并不是一直有权威 臣子也不是一直效忠卖命 如果没有实力 王也会失去权力 世孙的出现 让英祖下定决心 抛弃世子 已然知晓自己成为弃子的世子 越发乖丽癫狂 他并不在乎权力 但他无法忍受父亲对他的厌恶 他偏要以神伦 对抗英祖的礼法 他要求家人 都要对其生母失败 这是王和王妃 才能享有的大礼 这个时候 老论派已经等不及了 他们安排一个人 污蔑世子谋反 一再除掉世子 让中殿抚养世孙 以日后把持朝政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个污蔑 但英祖还是不有分说 将污蔑者斩首 不让世子与其对峙 眼睁睁看着父亲 如此践踏自己 世子无法自控了 当晚 他提着刀 准备将谋反罪 进行到底 但他在父亲的窗前 挺住了 英祖正在质问世孙 为何给生祖母 省思拜礼 世孙说 孔子也说过 不要看礼法的末端 要看其心 那天孙儿看到的 正是父亲的心 英祖无言 而世子提刀回去了 没想到 妻子洪世 在看他提刀之后 并去找世子的 生母应品 哭喊着 要主动向英祖 探诚世子之事 否则 待他人告发 会连累了世孙 权衡之下 应品去找英祖 这正好给了英祖 一个除掉世子的理由 世子被捉拿 英祖亲自写了 废世子诏书 他命世子自问 门外的少论派 担心一旦世子自问 将祸及他们 纷纷跑出来 跪求英祖 英祖不能以谋反罪 处死世子 儿子谋反 父亲也是谋反 于是英祖 以父亲的身份 命人将世子 关进米贵 第二日 世子产生幻觉 米贵里 爬进了武功 他仓皇逃出 英祖命人 把米贵绑紧 赴以草皮 这个时候 世子才听到英祖说 是其生母 告发了他 丈人红氏 往米贵里 放入那把青龙扇 那是世孙出生时 世子为世孙所画 所有人都在告诉他 要为世孙着想 连他深爱的妻子 在儿子出生后 眼里就再也没有他 第四日 水米未尽的世子 大喊口渴 守卫不忍 以草皮干了为由 往米贵浇水 然而水 难尽米贵 世子只能用青龙扇 煎尿喝 第六日 草皮枯黄 世孙带着妻子 不顾网命 跑来给父亲送水 世孙问英祖 难道作为儿子的 不能给父亲送一碗水吗 英祖没有回答 此刻宫里所有人 都在等一个人的死 第七日夜 世子气若油丝 英祖脑海里浮现出 很多世子小时候的画面 他想到孩子刚出生时 自己多么高兴 看到孩子聪颖的样子 自己多么自豪 看到孩子喜欢画画 自己又多么失望 而世子恍惚中 似乎在和父亲对话 他控诉父亲的强硬 控诉父亲将他变为废物 控诉父亲不配为人父母 一个人在说父子 一个人在说君臣 直到世子断气 英祖才感到身上的肉 被切下的痛感 但只那么一瞬间 英祖便擦干了泪 让人揍凯旋歌 英祖震慑了朝堂 安稳地将世孙 立为王位继承人 并追封世子为私道 十四年后 英祖逝世 世孙继承王位 史称正祖 英祖与正祖约定 不再过问世子之死 但正祖上位后 即改父亲的嗜好 为装献世子 并和母亲到父亲的坟前 亲自递上那碗 没送出去的水 阿爸妈妈 阿爸妈妈的嫁儿 是水了 阿爸妈妈 出来了 阿爸妈妈出来了 悲兮莫兮生别离 正祖登基那天 学父亲 奉母上座 并以一曲 含悲掩面的扇子舞 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请下载K星球 和我一起成为K星人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